オリアJungle 近日,有媒体报道美军再次派遣罗斯福号、卡尔文森号和利根号三个航母战斗群,前往中国南部海域附近活动, 而同时据中国媒体报道,中国海军也在相关海域,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,而中国的唯一一艘现役航母辽宁舰也会参加,那么,中美舰艇的实力对比,到底是怎么样呢? 据前期国外卫星照片显示,三月底中国在南部海域,集结了至少40艘舰艇和潜艇组成的编队,这支由辽宁舰领衔的庞大舰队,即便是西方军事专家都为之惊叹,声称这证明了中国建设蓝水海军的巨大成就。 当时外国专家推测除了六艘潜艇之外,水面舰艇包括六艘052CD型中华深盾驱逐舰,两艘052B型驱逐舰,一艘辽宁舰,13艘054A型护卫舰,一艘大型综合搏起舰,12艘056A型护卫舰, 而某些港台媒体报道,美军,这次投入三个航母战斗群,总舰艇数量达到58艘,这实际上是误保,目前第七舰队总的舰艇部署数量是58艘,但这里一些两栖作战舰艇,要参加美韩演习,一些舰艇在执行其他巡逻任务,因此美军三航母战斗群,水面舰艇数量并没这么多, 目前可计算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,包括罗斯福号航母,邦克山号巡洋舰,桑普森号驱逐舰,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,包括卡尔文森号航母,张伯伦湖号驱逐舰,麦依号驱逐舰,莫菲号驱逐舰,利根号航母战斗群,包括利根号,航母,斯特雷号驱逐舰,和德维号驱逐舰,美军三个航母战斗群水面舰艇总数, 也就是10艘,中美舰艇数量对比为4比1,中国是美国的4倍,然而这只是舰艇数量对比,然而在排水量和舰载机数量上,中国则处于彻底的劣势,中国40艘舰艇,除了辽宁舰之外,绝大多数是中小型舰艇,总排水量在20万吨左右, 而美军三艘航母总排水量,就达到30万吨,综合计算美军三个航母编队总排水量在37万吨左右,是中国海军的1.85倍,在航母固定翼舰载机数量上,中国航母辽宁舰只有24架兼15舰载机, 而美军三个航母打击群装备,至少150架战斗机,15架电子战飞机,12架舰载预警机,中美航母固定翼舰载机数量对比是1比7,美军数量是中国舰载机数量7倍以上,实际电子战和预警能力,美军具有压倒性优势,中国这方面为0,而在直升机等反潜力量上,美军也具有优势, 按照中美两国舰艇全部配齐直升机来计算,实际中国很难达到这一点,中国最多是47架直升机,而美军单航母直升机数量就超过40架,三个航母编队直升机数量,至少超过100架,中美直升机数量为1比2,很有可能只是对方三分之一,甚至四分之一而已,因此通过对比可以发现,在远洋作战方面, 大型舰艇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,尽管中国海军舰艇数量更多,但海战不是列队,在比拼实际作战能力上,中国存在巨大差距,因此中国批量建造055大型驱逐舰, 建造003型大型弹射航母,规划建设和动力航母,就完全可以理解了,因为只有大型舰艇越多,才能够有效恶致外来势力的军事压力,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,尽管中国海军大型舰艇建造数量,将来会有很大数量增长, 但完全对抗美军三航母编队,这在2035年之前,仍然是极为困难的目标,因此中国和美军航母的对抗,三平海上力量是很困难的,只有引入高超音速等新概念打击武器才有可能, 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开发东风快递系列远程返航母武器的根本原因。